夏天到了 炎熱的天氣讓許多人食慾下降 睡覺流汗 但要小心這些症狀可能是患病的前兆 有一位老婦人因為胃口不好 體重下降來看醫生 檢查後發現罹患血癌 把婦人嚇了一跳 正常我們的皮脹是大概像土芒果 大概100公克到150公克左右 這個病人來的時候 他的皮脹的大小已經到了像金黃芒果那麼大 大概有一公斤 確診為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及血癌的一種 醫生表示類似狀況每年增加約150到200名患者 患者平均年齡為66歲 男女比例2比1 目前患病原因不明 但可能與自體免疫力基因或環境有關 已經進展到比較晚期的 他已經有很明顯的症狀 這樣的病人 他應該要積極的尋求治療 那現在已經進入到了所謂的標靶藥物的時代 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症狀不明顯 常被誤認為老化症狀 醫生提醒 如果有體重明顯下降 反復發燒或是晚上睡覺倒汗等問題 就要趕緊就醫檢查 目前新型口服標拔藥物 副作用輕微 病人感受比較好 不過目前健保沒有給付 大家新闻 陳安 李明華 特別報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